这次的good luck呢 这边都已经补全了 那现在就差一个task changer了 终于是给我感觉到又可以回到那种随心所欲的感觉了 今天亮哥呢就来说一下multistar 也是我一直比较期待的一个功能 multistar呢 其实就是一个分屏的工具 分屏弹窗的工具 可以很大程度上的提升你的手机的一个使用率 亮哥呢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三星手机使用小技巧 所以不妨关注一下 我们就一个个说 一个不会杀死的应用 比如说我想把这个excel做成一个不会杀死的应用 有意思是他只能选择一个 也就是说当你点开这个之后呢 它的分屏弹窗的应用呢 它不会被后台的给杀掉 对所有应用启用剁窗口 很多应用呢 它是不是原生支持的 打开这个之后呢 重启一下之后呢 它会强制所有的APP都可以进行分屏的模式 或者弹窗的模式 这个呢 我是建议点上弹出视窗屏幕缩放 当打开这个之后呢 它就可以把整个画面相对来说缩小 那可以在一个小的弹窗 或者小的分屏当中显示更多的内容 这次的multistar最大的一个升级呢 就是这个immersive mode 它的具体作用呢 就是可以把你的APP顶到这个上面 当我们在没有开启这个immersive mode的时候 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上面会有一个白条的区域 可以看到吗 它直接已经顶到了最上面 还有一个就是在弹出视窗中打开 当你点开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缘多了个角吗 好 它是怎么用的呢 你只需要从边上往下拉 然后这个手呢 不要放开就可以控制它的一个大小 比如说我调到这么大 好了 它就弹窗成这么大了 我们点击这里 可以看到是可以调节它的一个透明度的 也可以把它塑制成一个小图标 如果你用侧边来的话呢 这边会有更多的玩法 这次VR 3.0的更新之后呢 会有一个问题 也就是它这边无法隐藏这个摄像头啊 这次三星给出的一个方案呢 是这样 在multistar里面 这下面有一个叫应用程序大小 会延伸这个相机孔 比如说我们现在打开一个APP 当我们打开这个上海移动的APP 可以看到它是全屏的 它会把部分的文字给遮挡 怎么办呢 我们在这里选择这边的 延伸至相机孔这里 找到这个上海移动 这里有三个选择 一个叫由应用定义 那就是应用自动的去适配 第二个呢 是重叠 也就是可以延伸过去 这个适用于一些没有延伸的APP 可以把它延伸出去 然后还有一个是不重叠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当我选择不重叠之后呢 看上面就多了一条黑的 这样子呢 就可以把整个内容顶下来 也不至于说有些APP的内容 会被上面这个相机孔给覆盖 那这样子呢 也可以从侧面去自定义一些自己的APP 来确保说每个APP都能有最好的体验 来隐藏这个摄像头 是不是有学到一招了呢 还是那句话 关注亮哥 但你没得了解些新的3A手机使用小技巧